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 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一康诺米 这周是我们临时约的一期节目 而且我也不打算剪辑,时间也稍微短一点 我和北京的方兆现在连线想讨论一下 这周在华尔街出现的一个比较有趣 我也不知道是令人不安还是令人振奋的事情 方兆你好 大家好 先把这件事情的大概的来龙去脉给 如果还有没有听说这件事情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你先讲一些,然后我再来补充好吗 没问题 这个事情就是在中文的互联网世界里面 一般叫散户逼空游戏驿站机构这么一个事情 那么目前我相信大部分我们的听众 应该都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因为在这件事情刚刚发生的第一第二天的时候 就有大量的抖音视频 有接近千万的播放量 都说亲人们有大事发生了 这立马你就有一种代入感 他们在这个视频中解释的也非常好 所以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像抖音那样说的那么又俏皮 对吧又生动又怎么怎么样 我们只能简单的回顾一下 现在站在一个周末的时间 因为这件事情还在继续发生 我们不要搞错了 它并不是一个终结 它可能仅仅是一个起点 就是在这个一个多星期以前 游戏驿站这个公司 它叫GameStop 实际上很类似于我们小时候 见到的那种连锁音像店 卖盗版光盘的 只不过人家卖的是正版的游戏光盘 当然也卖一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像游戏机 还有些其他的这些周边产品 那么他得到了一笔新的注资 这个得到注资以后 这个公司的股票就迅速的上涨 翻了一倍还多 然后这个时候 大家就发现这个公司 它原来有很多机构在不看好它 在做空它 但是这个公司的股价一直在涨 也就是说做空机构就开始蒙受很大的损失 这个时候在美国的最著名的 这个网络论坛叫Reddit上 有一帮这个叫WSB的人 这是他们的缩写 实际上他的这个全写叫Wall Street Bets 在这些人的号召之下 他们就要攻陷这些做空机构 他们的理论是做空机构太贪婪了 他们做空了超过这个股票 我们能买到的所有流通股 更多的股份 我们只要买 大家只要闭着眼买就行了 闭着眼买 跟着我冲进去 反正最后这些做空机构 最终都要为我们所买的股票 所买单的 他们理论非常简洁 就是说既然他们空了 比我们能买到的所有多的股 还多的股 我们闭着眼买就行了 他们买到1万美元也没关系 对吧 总会有做空机构给我们接盘的 所以在过去的两三天之内 美国的大量散户就冲进了GameStop和其他相关的做空比例很高的股票当中 买了应该有 我的估计应该是在500亿美元以上 我不是说GameStop这一只股票 就这些周边的股票500亿美元以上的市值的股票 然后他们就认为做空机构这次会被他们打得丢盔弃甲 溃不成军 那么GameStop这个股 它确实也是从去年相对低的两三美元这么一个状态 一路涨到了300美元以上 涨了100倍 这个就是大概这个事情进行到目前为止的一个结果 其实你给了我一个新信息 我其实不知道在数学上 他们是有100%胜算这么一个理论支撑在背后的 他们认为流通股里有120%被借走了 所以他们是必胜的 他们目前依然这么认为 因为目前如果你用short interest除以total float 就是这么一个比例 我们一般叫SI或者是什么一个 就反正有各种各样的术语 就是short interest 就是所有市面上的做空的数量 除以float这个比例到今天为止 因为今天我们得到的应该说是周四收盘以后的数字 那么到今天为止 它依然是在113%这样一个比例 所以对于这个reddit论坛上的人这些人来说 他们就认为无论我买入多少股 我这个都有空头给我接盘 当然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认知错误 我觉得这个之后可以解释了 就是说他们误解了这个short对float的意思 但这不重要 因为这个专家跟他们说什么 那太长了不看 买就完了 最重要的可能是我们中间不要出一些叛徒 或者是Robinhood的这个软件 对我们进行趁火打劫 这才是我们现在最关注的 至于那些数学问题 那些什么synthetic long 这些问题都太复杂了 我们不看 太长不看 我觉得就是我想讨论这个话题 也是因为它其实跟文化 跟就是社会文化流行文化 有挺大的关系的 我稍微补充几个可能有关的背景 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的Robinhood 那这是一款类似于一个手机软件 一个APP可以炒股的 然后它的一个最大的创新 就是所谓的叫Fractional Investing 这个有中文翻译吗 其实我不太清楚 具体应该怎么讲 就是它可以买几分之一的股票 就一般来说 比如说我们说特斯拉 你买一股 至少买一股 就700块美金 那这个不是 这还是有一定门槛的 那像比如说 差一分之前的 就是B股发行之前的 那个巴菲特的公司 那是几十万美金一股 那这些股票就只有 超级有钱人或者机构 才有能力去投资 那Robinhood 那它本来是一个 劫富济贫的一个童话形象 这个APP就是说 我们帮你们打包买 然后你们可以只买一股的 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你只要一美分 也可以投资特斯拉 那所以这其实是这个股票 这个APP起家的 它的这个创业的一个原点 然后所以它也集中的 它的用户呢 还是比较年轻化的 所谓的是这种 数字生态中出生的 Digital Natives 然后他们可能 也没有那么多钱 然后和与之相关的 一件事情就是 这些人 有一个现象 叫Meme Stock 就是是叫迷母吧 然后就是那些GIF动图 这个GameStop 这个公司 它就是在上个礼拜 成为了 在这个Reddit论坛上的 这个WSB这个板块的 被热议的一个Meme Stock 当然它并不是第一支Meme Stock 之前还有很多 而且这个板块 它带火股票 它炒这个Meme Stock 这个现象也有一段时间了 之前一些稍微专业一点的 比如说彭博商业周刊 这种媒体 也都曾经把它们 放到过首页上 但是这一次确实是 他们上到了 纽约时报的 头版头条的第一次 就是你是怎么看 这件事情 我是心里边 稍微有一点矛盾的 矛盾的看法 我觉得有两件事情 是我对这件事情 最突出的感受 第一呢 鉴于我身旁有非常多的朋友 都杀进了 不管是游戏驿站 还是AMC院线 还是诺基亚黑媒 很多人都晚上一两点钟 不睡觉 他们是在美国的 我主要是说在美国的人 因为你在中国 你还得开户什么 这很麻烦 对吧 在美国的这些朋友 都义无反顾的杀了进去 并且说他们这个行为 是支持正义 支持这个什么 怎么就是空头太贪婪了 机构永远压破我们 这个不是我在新闻上做到 这是我身旁 我认识的活生生的人 他们都杀了进去 这个呢 就是跟 可能我在这件事上的 这个接受程度 比我在得知很多 我身旁的朋友 支持川普 这个相对要小一些 相对要小一些 毕竟我觉得大家想赚钱 这个目的实际上是高尚的 实际上是高尚的 但是我对于这个 Reddit这个论坛上 这些言论的影响力 我还是 我觉得我是远远低估了 就是他们在这个 第一天把这个GameStop 推升了几十倍以后 就是由他们的力量 推升了几十倍以后 其实就是他们这个 group的这个 就是follower 就是这些 就是他们的那个 关注他们的人 增长了120万 这个绝对是 就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数字 就是因为美国的 像Reddit这样论坛 他不会去虚构 这个用户数 增长了120万 而且很多的 我认识的人 都开始紧密的去follow 他们的这些帖子 他们的帖子不仅仅是在 Robinhood的这一个交易平台上 其实在非常多的主流交易平台上 都是有很大的阅览量 然后在各种各样的 社交媒体上的阅览量 就不用说了 因为你毕竟用交易平台的人 还是用他去炒股 而不是去看帖 但是在其他的 就是他首先就是让我觉得 第一反应最最就是 可能这也是所有人的反应 就是美国散户力量大 就我觉得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以再深入的去讨论一下 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 第二个反应 就是让我更惊讶的是 美国的各派的这种 所谓的这个精英的这种反应 最开始可能有一些最职业的一些官员 因为担心散户受到损失 就出来做了一些警告或者什么也好 那么因为这些散户很快就说 你们这些人之前就坑我们 现在你们居然还阻止我们 用行动去回击空头 他们就愤怒了 他们就一种新的占领华尔街的这种浪潮 又起来了以后 美国大量的政客就瞬间转向 他们瞬间转向 最开始美国的主流政治言论是说 在社交媒体上 现在有人要操纵股市价格 现在不是了 现在的主流价值观 我这是非常非常明确的知道 他们的主流价值观是说 有一些对冲基金和VCPE 联合这些新兴的交易平台 限制我们美国散户 用他们的钱表达他们的自由意志 现在这就是美国政客的一个观点 这是多么可耻又可笑的事情 多么可耻又可笑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两点是 如果作为你作为一个吃瓜群众 我最建议你做的事情 如果你不是一个吃瓜群众 你是一个美股投资者 那我建议你赶紧做空游戏一战 你说的第二点我特别的人 反正他和我的第一感受是一样的 但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值得揣摩一下 就是因为他挑战了你所描述的那个传统的 或者是一个在投资界的所谓的这个建制派的一个传统的认识也好 观念也好 我觉得是受到了一种挑战 然后包括你说的政客或者是名人的反应 所以我觉得往往在这种 就是当你自己一个价值被受到挑战的时候 是应该去琢磨他的 他也许能够就是帮我们看清我们相信的一些事情 哪些东西是真正值得相信的 哪些东西可能里边有一些问题 因为我把它描述成为某种精英价值受到了挑战 就是因为确实有精英中的 他们有一些所谓的那种 entitlement或者是觉得 股市这个事情你不懂 或者是任何一件事情 政治这个事情你不懂你不能插手 你们一插手就乱来 这是他的这一类人的第一反应 然后我是觉得这种反应也值得也值得思考 然后我昨天看到的 其实我们说就是国会的议长 Nancy Pelosi 她的她还没有像你说的那样 她比较小心 她的反应是 It's interesting It's very very interesting 然后我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身边我的亲戚群里 海外的亲戚也有买 然后我有一个堂弟 他现在是大一还是大二的学生在加拿大 我就昨天问了他一下 他有没有干这件事情 他说有干 然后我就 我把他跟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的关系 在这里跟大家复述一下 他跟我说 他是上个礼拜二 或者是这个礼拜二 我们是礼拜六 现在是30号录音 他是礼拜二才听说的 他之前虽然他用Reddit 但从来没有去过Wall Street Bets这个板块 甚至没有听说过他 最开始是在推特上听说的 然后他看到有一个15岁的人说 我买这个游戏驿站的股票 已经赚够钱 可以买一辆特斯拉了 我觉得这里面出现的关键词都非常有趣 15岁推着特斯拉 然后游戏驿站 他就觉得 好像这成了一种大众在参与的游戏 就是让证券市场游戏化了 而且不是那种我们说的有钱人的那种游戏 而是真正玩游戏的人也可以参与的一个游戏 然后接着他就是看到 YouTube上有一个可能算曾经是第一大 现在不怎么po的YouTuber Casey Neistat 然后他发了一条推 然后这个时候 我的这个堂弟还说他还没有看到新闻报道 主流新闻报道有报道这件事情 他就开始研究背后的言论理论 他就发现Game Stock或者是我们说的AMC 他会把它形容为这些是People's Companies 人民的公司 人民的企业 也就是说他们和他认为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和他们喜爱做的事情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然后这些企业呢 又因为新冠受到了打击 然后这些做空他们的所谓这些机构 好像是有一点在落井下石 因此他觉得像WSB这样的论坛上掀起的这个运动 用他的直接的话说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要让他们输钱 输掉很多很多钱 然后他就立刻就去 就去买了这个买了一些Game Stock的股票 然后他也跟我说 当然这个我可以以后再说 我觉得他后来讲的 我问了一下他的他什么时候想卖呀 然后这跟他的 他觉得他会不会在里面亏钱啊 他说的一些事情有一点前后矛盾的 但基本上我虽然做的这个调查 民调是一个sample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他并不是没有 代表性的 对你说的情况其实非常有代表性 他们就是为什么 就是大家会特别喜欢买什么诺基啊 黑莓啊什么AMC啊 什么这些东西 为什么最后炒狗狗币 或者是炒这个营的时候 没有那么大的轰动效应 就起码就是说局限性比较大 就是因为他们选择的这个标的 这个游戏一战是很多人童年美好的回忆 妈妈在我七八岁的时候 带我去游戏战买了我人生中第一张光碟 现在他要倒闭了 他的倒闭并不是因为他经营不善 或者他不吻合这个时代 而是因为有很多空头在做空卡 所以他被迫破产了 但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去了 我们开始下刀板 这不能说这不能说 而且他可能就是他可能更关注的 还是新闻层面的嘛 就是他可能不是经常炒股 那对很多就是比他可能年龄要大一些的人 比如说现在在美国的科技公司也好 或者是金融企业上班的一些人来讲 他们其实更有钱去做这件事情 他们也不叫全仓杀入 因为他们在股市里也没有那么多钱 他们也都杀进去了 杀进去的原因就是 还有很多言之凿凿的金融理论 跟你说空头必须得平仓 我们这次是一定能赢的 然后有大量的动图 像勇敢的心 或者是斯巴达三百勇士 就这些让你热血喷张的 就是什么hold the line 我之所以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 就是说他其实每个方面的反应 其实都很好笑 就是我在和旁人复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说这有点像这个 这个例子有点生辟 但是bear with me 就是可能大家得稍微听一听 就是杨奎松看到这个苦难辉煌的前 好像四五页纸 说这个书的前四五页纸 只有两百处错误 或者是一个稍有一些金融知识的人 看到这个货币战争这本书 就是当这些narrative 他们这个漏洞太多的时候 他的这个逻辑就特别的自洽 就是你不 就是你去辩驳他这件事情 要花很多口舌 他说的两百处错误 并不是杨奎松 说了一个虚数 说这个999981不是 他指出了这两百处所有的错误 就他一一全部都列了出来 就是什么两百零二十出错误 就是他是specifically正确的 那么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什么 现在short interest是120% 所以他们必须全部要买回来 我们只要买足够的call 他们到时候这些东西 全部要变成这个股票 所有的做事商都会帮助我们 然后这个现在这个股票 现在跌了 就是因为Robinhood不让我们交易了 这些所有的这些理论 就是都让你觉得 因为漏洞太大 所以你去一一指出 他要费非常多的劲 而且你可能讲到第十秒钟 就没有人愿意听了 你刚才提到了 就是他们的漏洞 你也提到了川普 我觉得一个 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我们在看到 这一群川普的粉丝 去袭击国会山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之后 另外一批人 在我看来他们有很多相似性 去袭击华尔街 但是他们并不是亲身去 就只是通过键盘 鼠标和当然也有自己的钱 去袭击华尔街 而且是以更大的规模 造成的影响 或者是会带来的危害 也许也是大很多很多倍的 但这件事情 大家就反而马上觉得 它是一个正义的事情 或者是我就说主流的反应 像你说的马上就都倒在了这一边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 这两件事情有可比性吗 是这样 就是我不认识任何一个人 去参加了国会山的暴动 尽管我认识很多人 他们非常支持川普 但是我相信这些人 他们不会去袭击国会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我真的认识非常多人 现在都买入了GameStop 而且我也支持他们买入 就是当你用自己的钱去买一个股票 我完全支持你做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说 我在这两件事上的主观态度 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他们俩的 我觉得可比性 其实在很多方面都体现的很明确 就是新闻媒体特别喜欢写一个 叫这个就是所谓超人大战哥斯拉 或者是什么群众大战哥斯拉 或者是他们特别有一种这种散户战胜的机构 就是和这个去民众去 就是新闻媒体的这种半精英主义 就是半调子精英主义 就又想讨好这些揭竿而起的人 又其实是带有一些口吻 是说就是我比你们更懂 我是过来人 哥教教你 就是这种中年有腻 就是新闻媒体的 我说的新闻媒体是指美国主流新闻媒体 不是说中国这些 中国这些其实更可爱一些 在这件事的报道上 这个就是中国就完全把它演绎化了 就是这个美国散户攻陷的机构 大空头怎么怎么样 带领着大家反大空头 马上就拍电影了 就这种吃瓜不嫌 摔大的心态 在这件事上反而更可爱一点 美国新闻媒体那个暧昧态度 更让我觉得非常的糟糕 非常非常的糟糕 这个是第一个 他这两件事上可比性的地方 第二个情况 我觉得就是这两个里面 他所在我看来的最核心的一个共同点 是我们今天真的有非常多的愤怒 这个愤怒到底是因为疫情 到底是因为establishment真的很坏 到底是因为我们就是非常愤怒 这个时代就是会让我们愤怒 或者是年轻人就应该愤怒 我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我真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出离的愤怒 尽管我不share 既不share冲击国会山的愤怒 也不share打倒华尔街的愤怒 这两个愤怒我觉得都是misplaced 也是他们很快会丧失方向的 但是我也不希望说大家应该好好干 应该成为内卷的一个螺丝钉或者怎么样 我也非常愤怒 只不过我不share他们的那种愤怒 这非常复杂 你刚才提到一个词establishment 然后中文一般叫建制派对吧 起码在香港政治的这个语境是这么翻译的 然后有一个搞笑的点 就是英文里最长的一个词 有时候你会去看到有文章或者有朋友聊天讲 是anti-establishment terrorism 当然他这个词可能本身和英国的历史有点关系 但是翻译过来就是反建制派主义 这个从那个字母数量来说 是英文单词里最长的一个词 然后现在我发现这个主义的一个领袖 在川普倒下了之后 然后推特以及媒体需要扶持一个新的这么一个领袖 就是他是Elon Musk 就是特斯拉的创始人 因为他在这件事情里面 那天就是这件事情发酵到礼拜四还是怎么着 就是突然涨到四百多块钱 还是七百多块钱 我也不太记得了 然后就是因为Elon Musk在Twitter上发了一个单词 Game Stunk还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游戏驿站的名字给演绎了一下 然后给了一个这个Reddit的链接 大家就瞄懂了这个 我们如果把它说成狗哨 或者是说成一种号召 号角也好 瞄懂了这件事情 然后突然就觉得 哇Elon Musk支持我们做这件事情 然后就引起了更大的扩散以及媒体的关注 我觉得他的这个行为特别 我觉得有一些事情需要讲更清楚的一点 就是他就像你说的这些反水的精英一样 他肯定是他是一个非常typical的 非常典型的建制派的内部人士 甚至是顶端人士 然后以反建制派反建制的姿态自居 或者是这是真是假 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的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形象是这样的 然后呢 他又深得就是散户或者是这些网民的爱戴 觉得他是一个 我也不知道他的点是什么 他来自于一个非常富有的南非家庭 然后其实我觉得他和就是川普的就是出身一样 对不是完全靠自我奋斗 但是他的vision确实 OK我这个这个是很牛逼的一件事情 我想说的就是他 但是他在这件事情里是有私人利益的 也就是说长期以来特斯拉被非常多的 就是我们说的传统投资界的一些人所不看好 特别是他的股价上升的太厉害 然后支持特斯拉的人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我堂弟这样的 和他的朋友他们这一代人 特斯拉也是一个meme stock 然后特斯拉能够就是挺过来 能够继续融资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铁粉 在长期的像支持game stock stop一样的在支持特斯拉 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件事情里很敏锐的感受到了 他在这件事上必须表态 而且他和game stock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站在一条船上的 对一番你刚讲的大多数大多数我都同意 我唯一不同意的就是特斯拉能够达到今天的市值 是因为他的铁粉他特斯拉叫的人在不遗余力的支持他 我部分的不同意这个话 这有些专业意见在里面 反正就是说中间有非常复杂 特斯拉能够达到今天的估值有非常复杂的原因 是OK 我说的不严谨 但是我就 对我就只是想说当一个 Elon Musk这样的人物来支持这个运动的时候 他的动机是复杂的 对当然了当然了 因为Elon Musk特别痛恨做空者 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 他自己现在是establishment的一部分 他actually是 所以说当ES就是我们所说的标普500在跌的时候 最近特斯拉的股价表现非常非常差 已经跌破800了 他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因为我为什么要纠正你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特斯拉的股价能够达到今天这个地步 他起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是因为他加入了标普500 就是说他费尽了各种各样财务上的努力 加入标普500 这样让今天这个股市上最大的泡沫 就是指数基金泡沫 能够不成比例的倾斜到这个特斯拉上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他能从4500涨到800多翻一倍 这中间他是其实受这个establishment照顾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人 结果因为他现在支持这个GameStop 他现在就是损失是很大的你知道吗 就是说他完全没有意识到 他现在应该是去支持做空者了 他不能去支持反对做空者的这帮人 因为这帮人会让主流觉得股市会不稳定 因为当大型的基金的short受到冲击的时候 大型的基金会去释放他们的多头仓位来 用更多的现金来贴补这些short 所以就会使得整个这个股市的波动性和这个 就是所谓的这个大蓝筹 或者是这种指数基金所照顾的股都会下跌 所以他最近很惨 那他一方面他当然是有这个Q4 他这个earning不满足预期的这个情况 但其实我们更仔细去看他的波动的话 他发布了新的Model X和Model S以后 他的股价一直是涨的 他受到最大的冲击 都是在那几次GameStop上涨的时候 指数基金一抛售他就悲剧了 而且我觉得去把这件事情 形容成散户和机构的这个斗争 这种不值一博的言论 也真的是太可笑了 真的是太可笑了 就是我们只要稍微去观察一下这个市场 我们就知道这绝对不可能 这也不存在是什么散户和机构的一个斗争 这就是一场华尔街的游戏而已 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 但是我也不赞成说所有的散户都是炮灰 是吧 很多散户都赚了钱吗 他买了什么特斯拉 他们赚了一千多万美元 我觉得都挺好的 这个真的都挺好的 我祝贺他们 但是他肯定不是一场散户和机构的斗争 是吧 这非常简单 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我们就empirically speaking 就是大量的散户 他们不可能在盘前盘后进行交易 有大量的股价波动 都是在盘前盘后所发生的 散户的主要交易 其中在两个市场 一个是正常的时段的交易市场 另外一个是我们所说的期权市场 期权市场在盘前盘后是不交易的 另外一个是在普通的交易中 我们如果仔细去观察的话 在日常交易中有大量引起价格波动的交易 是一些非常大的block trade 而散户他怎么做block trade 我经常看到3.5万6万的这种block trade 这种是非常典型的机构 要去进行价格波动的时候 他所做的一些吃单的一些行为 他不可能 6万的 现在你想想看300美元一股 我们就算200美元一股 6万股要1000多万美元 是吧 当然我不排除有一些散户 他可能会去买卖1000多万美元的股票 但是他不会用block trade 这只有PP才能做是吧 就是所有的这些经验性的证据都指向了 他不是一场散户和散户斗争 而且散户去杀价值投资的空投 这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现在大量的空投 其实是趋势交易基金的空投 这个股票最近两天以来 他最大的涨幅都来自于趋势基金的空投平仓 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市场中 把这些价格波动 这些上涨 现在还归因为是我们散户hold the line 还是在买 然后这些价值投资性的看空这些机构 正在把他们的手上的short interest 不断的被迫cover给我们 所有散布这些言论的人 他们都是有心的恶意 他们是有心的 他是intentionally malicious 因为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最后这些 他们要退出的时候 让散户来接盘 就是我再引述一点 我的那个堂弟跟我讲的事情 就是我问他你要什么时候卖 怎么样 他说他说他听这个 他听reddit的号召 他会 他觉得 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一月份完了 该平仓的事情 要平仓了的这个时间点有关系 还是怎么说 他就说他要等到 或者是他认为 这个reddit这些板块 这些论坛上的人在等 他们该惩罚的这些做空头 他们都已经把钱输光了以后 也不知道这个具体的 这个切割点在哪里 他们就会卖 然后他还说他会让 因为他也让他爸妈买了一些 他会说因为他不想让他爸妈输钱 所以他会大概礼拜一礼拜二 就让他爸妈买 然后他可能会等到礼拜三礼拜四 好像是那种断后的部队一样的 然后再卖 哪怕就是说 那个时候卖是赚钱 是输钱 还是被踩死 他并没有去想这个问题 因为在reddit上和中文互联网上 都有一个理论 叫这个这周五孤空合约到期 我就觉得就这一句话 你就没法反驳你知道吗 就孤空合约到期了 这就是他们特别喜欢用那个罗家梁 或者是刘青云 在90年代中期港剧里面的一些术语 来谈论这件事情 然后就好像我现在好像表现得很精英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这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这是个非常 就是你很难很难跟他们讲道理 就是孤空合约到期 就这句话特别的悬傲 你知道吧 特别特别的悬傲 但是难讲道理是因为他们 还是心里边觉得自己在出气 是吗 又能出气 又能出钱 就是他们 因为马克同文说过 You would rather be fooled than being convinced you are fooled 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这是一个心里盲区 就是你非常 就是你想跟他们解释说 这个weekly option 他只是这个期权市场上的固有的一个function 他没有那么你想象的那么样子 然后他们所有跟你说的这些理由 他所见机的这些股市的理论 比如说孤空比例超过120% 这是个完全错误的一个说法 因为他没有考虑 就他没有考虑他那个除数实际上是一个M1和M2的区别 他就是他根本就是一个Apple versus Orange 这个指数他的表征是给专业的金融机构做某些判断用的 他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然后就是你没法跟他解释说 没有孤空合约到期这件事情 在现在孤空成本越来越高的情况下 趋势基金反而会更加努力的去孤空这个合约 就是因为当这个市场上筹码越来越少的时候 其实对于市场上的有集中力量的大玩家 有更多钱的大玩家 他们的优势会越来越大 而不是越来越小 然后就是说 就连我听到你做这些解释的时候 我的脑子里都在说太长不看 但是All being said 我其实跟所有的我这些朋友都说了 我说这些都是废话 周一的市场周二的市场会展示给我们 谁是对谁错对吧 就是说我说这些其实都没有意义 但是如果我有一个就是如果我有一个mandate 就是我的投资人或者我本人有一个mandate 那我现在已经非常就是斩劫的杀进去 就是要做空这个这个gameshop了 当然不仅是gameshop 我讲的其实是指gameshop和它相关的这些股票 而且你去如果你去做这件事情也是带着某种快感 我是我觉得我不一定带着快感 我觉得我也不一定能挣钱 对吧 就是因为预测未来永远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说不定明天可能就明天星期天的时候 美国参议会就说我们现在要起诉所有这些阻止 就是他们就是做多的人 就比如说对冲基因也好 HFT也好 现在最好笑的是在这件事上有损失的HFT也被认为是坏人了 就他们真的是最冤枉的 就是就是我们现在有glitch 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搞这个事情了 你们现在这些人把我们的这个系统都冲垮了 我们居然现在还变成坏人了 就就就但是就假如参议院有一些有一些人说 就是我现在发现在这件事上我本来最不喜欢的一些人 他们反而发出了最冷静的声音 比如说你说的这个Nancy Pelosi 他可以说是民主党人中我觉得最他妈老奸巨华的一个人 另外一个就是我非常不喜欢的这个Elizabeth Warren 他在这件事上的很多表态 让我觉得他真的是叫什么 就是中文互联网有有一个叫什么什么稳中正 还叫什么克克克中正什么 就是什么就是中正什么什么 李克中 李克中 对Elizabeth Warren在这件事上表现的真的是李克中的代表 让我觉得我就现在觉得我该支持谁 我现在不能够因为白宫特别的两个人 但是我跟你讲 对但即便如此你刚才说的这两个人都是美国政治上 我比较尊重的两个人 我觉得老奸巨华在他的那个就是在Pelosi的那个高度是一个优点来的 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缺陷 我刚才还想说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有两个事情 一个是就是说他们觉得美国两极分化很严重 然后有钱人在这个Covid中得利了 或者是不像其他人那么受损失一样 他们不爽 然后另外一方面他们做的本身这件事情呢 也是去参与这个游戏 当然你说这是一个高尚的事情 OK 行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又 他们接下来说美国是一个自由市场 然后这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 政府不应该来干预 不应该来 或者Robinhood也不应该来干预 这些事情呢 如果是自由市场 那那些做空的人做的事情也是你不应该去指责的事情了 就这个我们一开头就说他们有太多不自洽的地方 然后我是想说 其实在政府介入这件事情也是是一个未来不可控的一个很大的事情 哪怕你是在比如说股灾发生的时候 你可能做的一些判断是正确的经济判断 但是你很难判断美联储什么时候来救市 对吧 救市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反自由市场规则的 就有的时候哪怕是很正义的 两个很正当的事情 一个是在做正当的价值投资的人 和很正当的在维护市场 就是更大的市场的稳定的人 两个正当的人也会起碰撞 这个是我对他想到的一个点 当然 就是说这些人怎么说 就是一方面我觉得他们做的这个事情我支持 另外一方面他们的下限也非常非常的低 在Citron Capital 或者以前叫Citron Research 20年就是去跟这么多造假公司战斗的过程中 这个Andrew Left的自己和他家庭成员的这个生命安全 都没有直接的受到过威胁 当然这个Money Water受到过威胁 但他当时是在中国 但是这一次他们上来 就是以别人的这种家人女儿 他们的这种生命安全为威胁 这个是 就是这个是一个报名的一个特征 从这一点上 对于这些人 我是觉得跟冲击国会山的那些人的 就是某一些方面是相似的 当然了 Andrew Left自己也说 我相信绝大多数这个GameStop的shareholder 都是心怀善意的 都是好的 我们也敬畏市场 什么什么什么 讲了一大堆 但是我实际上说一句实话 就是说 最终这个事情 他早就知道会怎么样收场 而且我不完全的相信说 他不知道那些在背后推波助澜 散户们作为排头兵的这些机构 是哪些人 或者他们想做什么 当然就是因为他们不是仇富 他们痛恨的是Citadel 是Kennis Griffin 是原来的SSE Capital 现在的Point72 是Steve Cohen 对吧 当然有一些人痛恨他们 因为这些人曾经在这两个人手上 输掉过十几二十亿的美元 对吧 所以这个事情就不要讲得太深了 讲得太深 可能会有人说 你有阴谋论 或者是什么什么 或者你总站在精英里边 他不是这样 他就是说 就太长不看 简单来讲 太长不看 我们只能听从我们自己的内心 我做 如果我现在做空GameStop以后 我是不是能赚或者是赔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一定会做空它 如果我有这个mandate的情况下 现在我没有 但是你自己的钱 你没有想要去缴这个浑水 我自己的钱 我已经在缴这个浑水了 OK 然后其实我们 虽然就说的这些太长不看 我们都在看一个BBC的一个新的剧 BBC和Netflix拍的叫The Serpent 这个剧在国内可能也能找到资源 是叫什么蟒蛇吗 或者是怎么样的 毒蛇 一个翻译 他讲的毒蛇 他讲的是在70年代 一个真实发生的一个案例 就是在所谓的一个 那个年代的有一个叫Hippie Trail 就是说西方的白人青年背包客 他们会去印度 加德满多 什么越南 东南亚玩一圈 然后去看看脏传佛教 看看瑜伽大师 然后西西大麻 就是这么的一个环境 我觉得这件事情和 其实也让我想到和华尔街的这个事情 有一个关系 就是在那个年代 反越战的年代 然后就是所谓的年轻人 或者是就是喜欢在街头抗议的 或者是左派 或者是他们采取的行动 一个就是说反战的抗议 还有一个行动 就是说他们自己把 就是尽可能的 在把自己从他们不喜欢的 这个系统中抽离出来 虽然是拿着爸妈的钱 但也有很多人是自己打工的钱 去东南亚 甚至在那边一住就是几年 接下来发展到 我们看到08年之后 占领华尔街 或者是占领 还有一些很多其他地方的这个运动 也是一种传统的吧 我就把它表现为一种传统的抗议 或者是抵抗运动 发展到占领国会山 和这一次的这个事情以后 我就有一种 又有一点老年人的感觉 就觉得这个年轻人的素质 或者是整体的这个和就是和他们和社会上不喜欢的这些现象 或者是需要改进社会 改良社会的这种运动的质量 好像在急剧下降 但是也许站在他们的角度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战术上的提高 我不知道你怎么 你怎么看这个 对 因为一番我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但是就是 怎么讲呢 就是好像每一次 如果我们表达出这样的态度 一方面就显得所谓的跌位十足 另外一方面就显得特别的elitism 不管是哪个角度 好像都显得 我们是把自己树立在一个比别人更高 或者怎么怎么样 指挥他们应该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就特别的矛盾 就一方面呢 你肯定我们从内心中 当然都支持他们的free expression 他们只要就是真正懂得什么叫free expression 他们就知道 他们现在所要干的很多很多事情 根本就不是free expression 这个他们只要在大学里面 稍微pay attention to这个 就是这个当年这个小米尔 就John Stewart米尔 是怎么去表达这个什么叫freedom of speech 他就知道他们冲击郭月山这个行为 跟这个事情完全就不沾边 他们只要知道一个券商 就像一个银行 他们都有自己的保证金的需求 他们还经常带着杠杆去买股票 还去用了这个大量的这个期权 这种高杠杆合约 他就知道Robinhood 为什么要限制他们交易 他们自由交易股票这个权利 为什么会受限制 是吧 这个就是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同时我又分享他们的愤怒 我分享 我真的分享他们的愤怒 我分享这个 这个hippie trail这些人的流浪的感觉 当我到了东南亚 当我到了西藏 到了这些地方 我就觉得特别好 我真的觉得特别 我就 我跟很多人都说过 我他妈到了西藏才知道 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来西藏 我真是个傻逼 我为什么没有早点来西藏 是吧 我真的感觉特别好 另外一方面如果我真的有机会去上街 去什么参加什么对GameStop的亚空 去参加一次真正的亚空 去真正的走在长安街上 我会非常开心 但是right now 就说 但我其实在这个事情上和你的观点不太一样 我反而觉得就是在这么多 我会 为什么我刚才对Nancy Pelosi和Elizabeth Warren 表达出了一些敬意 就是我觉得真正要发生改变 你只能就是要组织起来 要organize 然后如果你要organize呢 个人的力量或者是这种 一群这种 一群把一个论坛的力量 他都是很容易像你说很容易迷失方向的 这个事情只能依靠机构 我说的就是institution political institution 只能通过 那既然在 比如说在 在美国 他已经有这些institution 你只能通过参与这些institution去 才能做到 因为你只能一点一点的改变 这可能真的是 就是人变老了的一个感觉吧 所以我甚至对于这种热情都有一点 没有那么强的热情 然后你明白我意思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不管是因为aging 还是因为对于群众运动本身 我们有一些天生的 或者说是经过教育以后的这种 叫做我们 我们对群众运动起码做一个educated guess 我们就知道一排居住运动会怎么样 对吧 或者还是出于 对于democracy这个理念 而不是纯粹的demagogue这个理念 有更多的信心 相比较最普通的民粹也好 或者是这种煽动性言论也好 我们有更多的信心 不论是出于哪个出发点 我当然完全同意你 但是我分享他们的愤怒 我真的是在这种极端强烈的感情上 而且我真的是举双手支持 如果你想买GameStop 你想成为我们的对手方 这个事情我举双手支持他们去买 我也不认为他们一定会输 这个真的是因为市场是不可预测的 市场是不可预测的 我不会像Jim Kramer这种 做这种特别 我最讨厌的那种 是那种特别油滑的这种表达 就说你们现在赚了钱就赶紧卖掉 你们卖掉以后 你们手上拿了这么多钱不挺好的吗 你们也打败了空头了 你们现在应该收取胜利的果实了 什么 这个真的是太太太太太糟糕 太太太太糟糕 我不太明白这个点 因为我现在觉得这就是已经体育场里已经挤爆了 然后有一个定时炸弹 难道不应该如果这个时候你还能够离场 然后让体育场里的人少一点 你就会减少之后踩踏出现的情况吗 因为金融市场它不是 就是它往往不是按照这个 人也不是往往按照这个方向来运行 就是如果说我们举个简单例子 就如果说它真是一个挤满人的体育场 有一个定时炸弹在爆炸的话 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好的对金融市场的一个描述 因为你说的这个是一个基本上线性的一个事件 但实际上现在这个市场它不是这样子的 尤其是在这个GameStop这个市场 它完全不是这样子的 它现在的阵营 它现在的力量 他们现在就是能够 就是这个股 它现在还有多少能够被自由的trade 这些东西都你刚刚所说的这个事情 就他们希望你去这么想 他们希望你想成这是一个散户对机构的东西 然后最后散户会变得一地鸡毛 这是他们希望 这是他们希望给出的这个事情的一个narrative 但这个narrative 那你觉得像很多 那如果你是GameStop的 就是董事会上的人 你会建议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他们去收购 拿自己的股票去收购一个真正有希望的公司 然后再创造一个新的人民的公司 我这个公司现在特斯拉估值是8000多亿美元 GameStop的估值现在是200多亿美元 反正就差不多 我们就说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 应该增发还是应该怎么样 这都已经不成为问题了 这些都已经不成为问题了 我刚才想说的就是GameStop的股价 已经到了一个和它的现实完全脱节的情况 然后所以它就成了一个随时都会 有可能会引爆的一个炸弹 我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它不一定要 很有可能 这不一定 它也有可能它一直在300美元左右吹的 对吧 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们不能 我们真的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种可能性的 这种可能性会 就如果说管理层现在能够做一些事情 其实可以让这种可能性出现的几率更高一点 就是他们 不会 拿着现在的这个天价估值去做一些事 也不会 跟这个没关系 不会 对都没有关系 对 GameStop还能起死回生 还能把这个估值真的撑起来 我的天哪 那我明天就可以去火星了 我明天乘着SpaceX 我就可以去火星了 不会 我觉得他们可以拿这个 他们可以投资和特斯拉换股 什么特斯拉能把什么福特买下来 把通优买下来 把比亚迪的多数股权买下来 把奔驰买下来 然后变成当年的什么 这个就是所谓的AOL 就是美国在 美国在在线吗 买下了时代华纳吗 什么之类的 这所有的话 说所有这些话的人 他们都有一个goodwill 但是他们都太不了解 就是太不了解今天的这样一个 frantic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狂暴的市场 他们也太不了解Elon Musk 他们也太不了解民运领袖的那种 那种自信心 就是当年就是能做AOL那种trade的人 他们其实是非常calculating的 他们其实是那个零零钱泡沫的 那么在那个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那么一批人 他们其实是就是那种calculating 就老奸巨华的business man 但是今天这些人他们不是 今天这些人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他们是真的勇士 他们就是斯巴达三百勇士 然后你会说斯巴达三百勇士最后失败了 他们死了一地鸡毛了或者怎么样 这不重要这不重要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就三国志就什么曹操盈了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诸葛亮他辉煌过 重要的是就我这么讲又显得特别synical 但不是我也相信 就是我特别喜欢就是抖音上的那个东北大哥说亲人们出大事了 就这我觉得这个特别精彩 我看了那个视频好多遍 就是i can't get enough of it 就是特别我特别enjoy这个事情 好吧 我们的生活肯定不能仅仅是关于说什么几千几万美元 或者是肯定不能仅仅是关于这个对吧 肯定不是这样 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屌丝的高光时刻 是一个升华的 我不觉得它是屌丝的高光时刻 它就是平凡人的生活中的乐趣 我们应该支持像我一样平凡的人 我们都是非常平凡的人 像我一样像我们一样平凡的人 有他们乐趣的方式 他选择是去东南亚旅游去朝圣 他选择是在一个酒吧把自己喝烂醉 他选择是用毒品肯定不太好 就是用不是那么对你身体伤害那么大的毒品 或者是你 他怎么样选择我都支持 好吧 你算是说服了我 好像本来我们的出发点也没有那么的不一样 OK 好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我们本来就没有那么不一样 我们两位的区别 可能就是你不会花那么多钱去做空 去做空GameStop 我完全不会 因为我对这件事情还是有一点 道德上的迟疑 我不太确定这件事情是一个 就并不因为 本身我比如说去做空 或者买一个股票 我觉得跟道德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觉得去加入一个有如此 他们有这么强道德正当性的一个运动 让我本身有点痴疑 不 我是说你不会做空给GameStop 我肯定不会 但是我去买我也不会 对 就你两边都不会参加 但是我肯定会坚定的和空头站在一起 你会和空头 对对对 我刚才确实是听错了 你是理解错了吗 我理解你会去买这个股票 你会和Reddit 没没没 我一直在做空的 在做空的 对 好 所以你还是相信数学的 对吧 我相信什么不重要 对吧 我相信我的心 好 感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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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支持文化土豆 虽然我们会跟随我们的兴趣偶尔跑题 但是还是希望你会喜欢我们这期的聊天 有兴趣赞助文化土豆制作的朋友 请前往我们的官网culturepotato.com 在那里你可以收听到赞助人专享的 Unpack栏目解读非虚构作品 还可以阅读主播写的会员通讯 以及所有听众一同制作的土豆小报 我们的官网是culturepotato.co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